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金钱树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几盆金钱树 都已经绿绿绿绿冒出了非常多的侧芽 但是这一盆金钱树其实没有长出新芽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在我们养殖的时候金钱树没有冒侧芽 就是由于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养分不足 或者是土养出现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没有给它进行修剪 之前金钱树都已经冒出非常粗壮的新芽 但是这一盆就是在统一环境养护的 为什么它迟迟没有长出新芽呢? 就是因为没有进行给它修剪 给大家看下这些鸡杆也没有那么粗壮 而且一条新芽都没有长出来 那么今天就要给它进行给它修剪 老一点的这个枝条把它修剪掉 把它修剪掉之后它才会冒出新芽 因为这些老巨条它也会消耗一部分的养分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修剪掉 让养分回流到菊株 能让它继续养分都才有利于它冒出彻芽 我们剪的时候最好就是在根部上来 两公分左右把它修剪掉 就会避免我们给它再后期浇水的时候 这些水分或者是肥料把它弄到伤口里面去 引起续菌感染导致它腐烂 剪完之后由于这个伤口太过大了 所以我们就要进行给它涂抹一些 带森猛心给它进行杀菌 它是一种广埔的杀菌药 而且它也是一种类似型的 我们只要把它撒到这个伤口里面去 它就会在这个伤口里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保护这个伤口不被一些续菌感染 那么在后期我们给它浇水吸肥的时候 就不用顾虑到这个伤口容易感染续菌了 养分的话我们可以给它 适用一些权能型的复合肥 这种复合肥里面所含的氮磷钾元素 是比较均衡的 我们适用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比较简单 一个月给它适用一次 把它直接撒到盆土 边盐就可以了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